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能做的就是第一培训他们让他们有技能 第二为他们开展门店让他们都能够就业 第三借着他们的就业真正完全的融入这个社会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让社会完全的接纳他们 他们也成为社会里面能够创造价值的人 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北京 我原先是财务金融专业的 拥有美国财务分析师的执照 我有八年的金融业的从业的经验 有一次我带两个女儿去做一个公益日作业雷锋日作业 走进这个听力康复中心 看见了这群听力障碍孩子 然后开始每周两天去陪伴他们 一开始带两个女儿是跟他们一起演音乐剧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们演完那场戏之后 这个康复中心就被拆了 然后被迫搬家 所以那时候我会想帮他们创办咖啡屋 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一个极大的打击 因为我也不会手语 然后我很惊讶的是 他们连字都不认得 我演完食谱一边看 我一边讲解我以为就OK了 你跟他说我们需要160克的面粉 然后他的那一袋倒完了 是100克 然后他就傻了 因为接下来他问我还需要多少 你也看着他 160克你现在放了100 那你接下来放多少 他不知道 然后他就出去哭了 我真的没有预料到你们不只是字看不懂 是你们那么多的基础知识都不会 但是我觉得在那一刻我很想放弃的时候 我的孩子刚好那时候还没有上小学 我就跟他说好吧 那一起教好了 一起教他们什么叫做100 再往上加60 就是160 所以就是一开始就已经足够打击我了 我感觉困难度好高啊 我们决心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就是非常非常为爱逆行的一件事 在疫情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冲击就是食品业 其次最大的冲击就是工艺行业 因为大家都自顾不暇了 我们原先第一家门店是免租金的 疫情冲击之后 这个免租金的地也没有了 我们变成要自己出来扛这个租金 有六个从2017年一路陪我们的台资企业家 每个人投资了十万块钱 想要帮我们把这件事情更正规的做下去 我一开始就自然手语 自然手语的意思就是我们正常人之间 也会有的一种手语 一直到我发现自然手语会产生沟通的问题 就好比如说有一次是 我跟他们说这两种糖是一样的 我就说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就叫自然手语你懂吗 后来他们全都懵了 后来他们跟我说 这个叫做这个跟这个结婚 要说收入面的话 我们就是靠着卖点心 还有就是时常办活动 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卖点心 以及争取一些赞助 但是平常淡季的时候就比较辛苦 基本上可能收入一两万 但是开支仍然是六万这样一个状态 我现在可以感受到 非常简单的快乐 而且这种快乐是 可以胜过周遭的任何一种环境的 就好比如说最简单讲 人家说什么两岸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这边两岸 关系就是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这种 我们在这边收获到的真实的感情 可以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得那么的幸福 我们甚至不受周围的任何的新闻 或是现实社会的那种纷扰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咖啡屋本身吸引人的就是简单爱 没有任何其他复杂的东西 大家不管什么身份地位都会被吸引进来 都只是因为现在外面的世界里 让这些孩子感觉非常的安心 最后他们就放心的蜕变 因为我被那种无声而单纯的爱所感动 这份爱不管在哪里 都让人想要融入跟留在这里 因为这一份简单爱太珍贵了 我们因为爱而在这里 得到这些更多的爱 就因着我们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希望付出 最后却得到了这么多的朋友 我希望借着咖啡屋 希望把这最简单的爱为中心 让大家看见当我们把这群大家曾经 想放弃的天障青年培养起来的时候 他们成为了一个榜样的力量 我们可以复制这个模式 去扶持更多已经放弃自己 或是被放弃的天障青年